大家好 我就是老人 欢迎收看这表直们 Watcher Wonder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爱马仕的展台 它设计的非常巧妙 用各种弯曲的造型和颜色 把每一个新款万表 都藏在它相对应的展示涂装里面 那么爱马仕今年又有哪些新款万表呢 我们知道去年其实它的表款非常多 那今年的万表跟随我们镜头一起看看 让女生们为之疯狂的爱马仕 今年也推出了全新的CAD系列万表 新款表径36毫米 淡白银色盘面 搭配不同材质的表壳 表冠位于一点钟位置的独特设计 也让人眼前一亮 同时新款万表还附送一枚橡胶表带 八种颜色可选 适合不同颜色偏好的小姐姐们 除此之外 爱马仕还在今年推出了两枚 非常有意思的星辰合唱曲万表 画面灵感来自于日本插画师 创作的星辰合唱曲方巾图案 限量6枚 41毫米的表金 白金表壳 盘面分别采用蓝色和雾灰色的法郎盘面 雾灰色法郎面的表圈 另外还镶了70颗钻石 盘面上的骷髅女骑士 骏马等装饰物件 均采用了K金手绘雕刻 当你按下9点钟位置的按钮之后 发条盒还会带动盘面上的人和马一起舞动 栩栩如生的画面 充满了意境 这款万表采用了 爱马仕自产的H1837机芯 拥有50小时动鼠 而最后这两枚 驼飞轮三问万表 一定是今年爱马仕展台上 最昂贵的表款了 这是自2020年之后 爱马仕第二次推出 驼飞轮三问表款 两枚万表 分别采用 钛合金和玫瑰金表壳材质 各限量24枚 位于盘面中央的 三轴驼飞轮装置 有99个零件 而它的重量 只有不到0.5克 机芯方面 搭载爱马仕自产的 H1926手上链机芯 至于价格 目前还没有完全公固 但我相信 如果你拥有 这枚万表的话 将来再买爱马仕包包 应该没什么门槛 我身后的展台呢 是凡客亚宝 相信很多女生 非常喜爱 他们家的万表 那今年 他们家有什么 不一样的作品呢 亲爱的这表直们 女粉丝们 无尽的钱包 跟我们一起 大开眼界吧 以情人桥 闻名的凡客亚宝 这次表展期间 推出的几款 女装万表 依然让人眼前一亮 诗意复杂系列 是凡客亚宝 专为女性用户 打造的表款系列 今年推出了三个新款作品 其中两款 是以日夜星空为主题 分别为33和38毫米 表镜的两个版本 带有月像功能 盘面上半部分 是24小时旋转盘 18K的白金表壳 K金修饰的日月繁星 盘面下半部分的 母背装饰 钻石镶嵌的表圈 让整枚万表看起来 气质高贵 这两款万表 都可以搭配鳄鱼皮表带 或者是全18K 白金相转的表带 当然价格差异很大 以33毫米表镜的表款为例 采用AP表带的关价 是74万人民币 而采用全白金表带 再配上相钻版本的万表 关价是149万人民币 该系列的另外一枚 新款万表 则是以大自然花园为主题 母背盘面上的叶片 花朵 蝴蝶 分别以法郎 沙弗莱 16时 K金等多种材质填充勾勒 层次丰富 错落有致 当你按下表官左侧的按键时 盘面上的蝴蝶 就会围绕着表圈 飞舞一周 表款的基本信息如下 38毫米表镜 白金表壳相钻 搭配鳄鱼皮表带 而除了诗意复杂系列之外 今年凡克亚宝 还推出了两款 非凡表盘系列万表 以仙子在不同的光影下勾勒出一副 生动绝美的盘面效果 两款腕表分别采用蓝绿色和淡紫色为基调 盘面上采用多种贵金属材质和不同的工艺处理方式 在41毫米的表镜方顺之间 跟大家描述了一个美妙的童话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